詞曲 李宗盛 謝謝 請坐 這個 我們講這個 人生問題關於教育的人生問題 所以啊,几次的上课。 到现在很对不起诸位老师们, 大家来听得很辛苦一个课。 其实不要给这些理论骗住了。 我这个妾子用得很有意思,不要跟理论迷住了。 即将人的一个生命来源,思想、感情、情绪、变化。 从两胎里头,如胎开始,如胎以前生命是什么? 将来这个生命死后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太深奥了,那不谈。 从这样,她开始认生命来有意识、有母,有感觉、有知觉、有思想。 感觉、知觉、思想、三个明星不同。 其实就是一个。就是那么一回事。 那么出了两胎以后,每个人过生自我带来。 就已经强调了好几次了。 就是父母基因的遗传。后天教育。 就是后面慢慢加上去。 我的讲话里头就把它变成染纲样,染上去。 所以讲善、无、是非、好坏。 这都是后天的。 都是人世间加上去的观念。 本身来的重点就是已经想过了。 记住,我们借用选择法时代回脑,比较简单了。 带着的。我们过程中心无意愿。 这个思想离不开生理无理的作用。 这是带着的。 有福。 有福。 蓋住了自信朋友的光明清静那一面。 所以蓋住了。 没福住了。 带着有福。 通情本。 带喜怒哀怒人士一切的情绪化。 随外之我量外飞。 就是要跟我。 思想就是我。 一个婴儿群从两胎开始长大。 婴儿变成孩子。 孩子被壮年、壮年、被老年。 这个母越来越强。 意识就用。 这个就是意识思想。 它的根根呢。 内涵呢。 那么我们记住这两个。 选招万好诗归纳的两个节制。 当然这您记住了。 靠大家的智慧慢慢去思想、经验、推扯。 你们每一位将来变成大教育家。 大思想家。 再进一步变成很伟大的生命抗手家。 很伟大的追求让给人生、认识论的专家。 大思想家。 就是坎哥为自己的发家。 他这个我思想十一月之后量外飞。 记住,就像什么? 一构树的成长。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做个比方。 那么现在我讲话的方法,帮我们听过的重生改走一下,拿一个比方来讲。 这就是教育家了,说教育的人要注意善于用比喻,比喻就是讲果子。 就是比方,因为世界上有些道理直接讲不清楚,用比方来讲就讲清楚了。 是世界上的大教育家就是宗教家, 比如史詹姆尼啊,耶稣啊,孔子啊,老子,经常用比喻来讲。 所以我们讲九字百家,大修文家,都用比喻用故事来讲。 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的,用比喻讲就听懂了。 比如中国人有个我们流行的邂逅女,我是得扯到比喻里头解释一下。 中国人画有个邂逅女,邂逅女都是比, 邂逅女画讲半句,没有讲能代, 可是你听了一个笑话,半句的笑话,你就懂了后面。 。 比如我们想想说,虾子吃藤脸就是学喻女,肚子里有数。 看不清楚了,虾子。 虾子吃藤脸肚子里有数。 比如前天有位同学,立下非常用功, 我们这位马列彤说,他说逻辑,说发良聪明。 我说,你太有功了,你不要专进去。 专进去,就这里说,他就跟我讲了。 你去学校你。 他说,我想爬到墙上拉死啊,爬到墙上拉大便。 我,四个字,发愤投墙。 这是学校你,发愤投墙。 我听他笑了。 我说,你不要到墙上拉大便拉,不要发愤投墙。 过分地发愤投墙,专在扭头接着墙上。 就是这个最流行的学校你,很多很多,有时都很好笑。 听来,反而一个大抠手、大折手道理,一直很幽默的笑话,就听懂了。 就是讲个比喻。 因此我现在做一个正规的比喻。 这个生命生来像枯树一样。 我们讲到这个人性,包括了八大随烦了八个。 大家还记得,我抱一下,我帮助大家,顺手记得。 什么散乱了、封城了、不幸了、懈戴了、奉意了、思念了。 不静地这八个。 就是讲这棵树,请讲里头,它的树盖都长出来。 就有那么多的情况在内,你不要给它控住了、下座了。 你知道情况,我们自己都有。 每个人听了哭,自己的体会,就可以知道别人,知道孩子。 那么主要呢,是五个别增,八个大学烦恼,四个剧肚子。 所以等于算命呢,讲几年,几月,几日,什么时间,算命。 年,月,是,日子,时间,就叫四驻。 算命的人叫四个驻。 即使我们这些都讲生命内涵的,知觉感知的驻。 这些都讲生命内涵的,就是五个别增,四驻。 八大学烦恼,五个别增,四驻。 五个别增,四驻。 四驻。 最重要是四驻。 五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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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从来,你看每个护身, 就是护身的风气, 最严重的四驻。 三驻。 五驻。 五驻。 所以教育的孩子很难。 是我们想把老师们, 帮我们所了解的母, 改进, 造成他一个新的母。 他把他改造,把他塑造成。 那我贪。 我吃。 我贱。 我慢。 几十岁、四驻。 再不加风息了, 风息起来还很多。 五驻就是有自己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主观。 一个婴儿到孩子, 到了20岁、情人了。 他的某界某的主播越来越强 你就读到博士做一个大学文章 就是某界越来越强 这颗树的成长 他事后华大相应起 六转复为染静一 那么这个时候长大了以后 这个意思就开花了 一个童子一个孩子 婴儿身上慢慢这个时候长一定开花 这个开花这个意思放出了花朵 知察就很多了 这就被人心里作用 教育上 所以我们大人每一个人 了解的是看法 感觉知识通通不同 开的花朵不同 开的花朵的旁边还有叶子 叶子里头每一批叶里头要放很多的切尾滋蛋 所以人的故事 心里状态都这样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介绍这个情况 不要把自己吓住了 不要把自己吓住了 这个很高声啊 很难懂啊 你像 你像了自己当 不是像我的当 那你把一像扣 你的智慧不够 没有那么简单一个事 那 这个故事 意识形态 就开花 花里边还有花生呢 花生里边还有花的虚虚 符字啊 虚虚 花生里边还有纸子呢 花生里边还有纸子呢 而且每一棵花 每一棵叶子 你把它松洗了 那都是扣熟的 所以我们要改自行 也是给扣熟的 啊 到了 孩子请讲 就跟我呢 你看他的年龄 根据这个孩子的年龄 家庭教育的环震 他生长的环震 他受 经过的 大环震里头的小环震 小环震里头的东西大小 又有很多了 都是教育 都是影响他过程的成长 啊 那么 成长以后就是意识思想 我们教孩子说 这个孩子功课好 修问好 功课 你都做意识的成长 思想成长 你讲我们 即使我们 大家在做 做外 都读过所小 从幼稚園 到初中 小时候 初中 高中 大时候 或是班 然后还专门在念咒 做专家 像我说 教育无用了 我不是理解成了 你想嘛 不是我们现在更严重 回到自己 自己 读在那一个是幼稚园 开始小时候的后本 当时都肯定 每天考试 打高中 你记得吗 所以你记不得 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考试过来也没有 有幼稚园 考试到小学 考去中学了 以后 小学都得光光了 读起 考取了大学 把幼稚园 小学 初中 广中 一切都没有用 你哪大博士 哪大博士 哪大博士 到社会博士 长大精神 几十年 硕受的教育 有用吗 口诈 你们都考过高峰的 乃至考领峰的 不管当年考试好坏 那些十几年的辛苦读书 父母花的钱培养的 是得怎么样 你说没有用吗 不对 我们今天做老师的 做校长的 而且做伟大的 四年做的 就是有这个前面 这一层一层知识 把你改整过来 就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里的思想 现在做事 以后就被人思想 这个换一个名称 叫意识 我们讲一看 讲一段图 这个人好没有意识 只有意的意 知识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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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讲话太没有意识 这个人好有意识 所以这个意思 人活着就是意识在活着 当然意识的根根 已经听过了 感觉知识 感觉力度分开 又切成两层出手 所以思想 切成两层 两层 想的识 情绪又切成七层 喜怒爱误爱悟欲 等等 切开来风气是那么多 归纳出来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讲到教育的境界了 我们就老师的教孩子 教人家 就是把前人 几千年来的前辈 累积的经验到我 到你 到孩子身上 吃一个我 很多的想我变成一个大我 很多的大我 又贯到一个想我 染污 这是教育 全部改政府 是他长大 成养 做不了不起的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呢 在发现我一时时候 讲得清楚了 现在我们用的叫 分别意识 为什么叫分别两个字 我们现在一时 不想孩子 更不想孕儿 就是父母 娘她来代表那个意思 到现在 看到任何一个事 碰到任何一件事 就会分别 对不对 所以 红的 白的 黑的 马上分别得出来 这个叫分别意识 分别意识以后 我行情了 把那个宗族带来做官 我借 用我的官的 我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人都老了 那个方便意识 方便意识 越顽固 他的毛病 越来越坚强 所以我常常说 五月九十几年了 活到 那 看我的孩子们来看我 大儿子 都七十多 那我七十 他们 都是老学 见了当老的那家 对朋友们讲 爸爸看我们都不懂事 我是对的 你这个孩子 儿子活到一百岁 这个父亲活到一百二十岁 他看一百岁的孩子 还是不懂事 那么有人不上来 其实越老 他那个意识越来越倔强 治好做 你也会